据死者的叔叔唐先生说 小唐是江西警校的一名学生 今年19岁 因为放寒假没事可做 正月11这一天 就去了大伯的婚庆公司拍摄婚礼 在接完新人回去祭祖的路上 经过赛城湖大道时 发生了意外 大家好我是特贵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婚礼拍摄中的恶习 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如果拍片只是至于至乐 就请略过 如果你和我一样 拍片是为了养家户口 那么我们留下来一起探讨探讨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 没有鸡自然就没办法下蛋 但话说回来 没有蛋也扶不出鸡 是循环 一旦有啥问题 给弄到鸡蛋这个循环里 那这事就彻底没戏了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饮食产品 都有比较明确的制作标准 但到了婚礼这一块 就彻底没破了 新人不知道拍啥 摄影师也不知道拍什么 我干脆计时记录 它是达到我们的一个回片标准的 不达到吗 前提是 不 那是你不满意 我们可以 那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对 我们就是回片标准 你的全程 现在前提是什么 就是录全程记录 录全就是标准是吗 不是 对啊 录全程就属于是标准 其实这种婚礼跟拍 对于新人摄像师都是一种痛 对新人来讲 跟电影比啥都不是 一辈子可能就看一次 对于摄像师 从早上5点串上串下 折腾到中午1点 足够努力 但新人还是不满意 在影视大发展的2019年 可以说这种落后的婚礼跟拍 根本就跟不上新人的需求 但却从来没有人做过检讨 以至于矛盾越来越多 绝大多数地区来讲 婚派的单子 主要垄断在婚庆公司手里 由他们在顾摄像 这个垄断可以说真狠 不少地区的婚庆公司 把好日子的酒店全给包下来 结果就是新人必须从婚庆公司找摄像师 而摄像师则必须从婚庆公司接活 婚庆公司既不懂视频节目制作 也不考虑做好婚庆视频 只考虑盈利 压低摄像师的价格 高价出给新人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悲剧场面 所以对于婚舍三方看法就这样了 新人说你会拍吗 婚庆公司你赚不了多少钱 我只是帮你找人 干嘛管你那么多事 是是 就这么点钱 你还想做啥 因为婚舍的入门标准极其低 买的摄像机就可以入行了 结果就是很多人做了恩宁的婚庆摄像 连最基本的分镜头概念都没能掌握 如果说有解决办法了 那就是把原因归结到摄像机上换机起 结果就是辛辛苦苦赚的钱 大部分都给了索利松下家囊 而对于视频内容至关重要的影视基础 尽头语言 蒙太奇 编导知识等等都不知道 想想也可笑 一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影视行业 就靠自己摸石头过河瞎拍的方式 来提高婚姻视频的制作水准 吃人说梦罢了 邓大臣你们说说这究竟是马还是鹿呢 啊这是马 整个行业理论习惯直入尾马 比如卯婚姻大佬 演讲指出婚姻拍下的实质缺陷 多一些真实 少一些套路 貌似指出了当前婚姻跟拍的缺陷 即时好过摆拍 固然多一点真实 这个出发点很好 但现实问题 你如何表达出你的真实 对着镜头喊道我是最真实的 估计没啥人信 最后搞出来的婚姻轮拍 干巴巴的像流水账 从头到尾有点喜性的感觉都看不出 以至于客户不买账 经常投诉 缺乏幸福感 新人比例小 车队没拍全都能说明这一点 其实更大一份原因还住在摄像师自己的身上 不改进 不学习 不顺应潮流 以至于婚姻坑拍带来了诸多的事故 也没能令人警醒 比如新人家属团两眼都盯着摄像师 恨不得每分每秒你都在拍 他们才不吃亏 这种氛围下 婚姻摄像师不得不前颇后继的爬上了天窗 公司拍摄婚礼 在接完新人回去祭祖的路上 经过赛城湖大道时发生了意外 拍婚礼为啥一定要拍行径中的车队 拍这个车队是影响了仪式的进行 还是影响了新人的心情 好吧 你可以说没有拍婚礼车队 接起仪式就不完美了 电影中的砍头 大家都看过吧 电影中表现砍头 不是说真的把头砍下来 都是学 见到一块白布上就OK了吧 整天说要把婚礼拍的跟电影人一样 那为啥电影中的拍摄手法 你倒是不用了 重点来了 既然婚礼跟拍这么不招人待见 那么为啥还有这么多人坚持 用这种方法拍下去呢 目前的婚礼市场也不止婚礼跟拍 一种节目形式 有婚礼微电影 婚礼快捷 相对于前者 后两种更受新人的欢迎 因为更像电影 从制作者的角度来讲 更像专业的影视节目 比如新闻专题 影视剧 这行业如果想更进一步 肯定还会迸发出来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替代现在这个商业模式 尤其是在2019年影视大发展的现在 这个话题比较大 接下来还会继续出几支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特贵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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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